这宫保鸡丁家庭版如何制作呢 这鸡丁口感滑嫩没有腥味 而且每一步都很关键 大家一定要看好了 做宫保鸡丁最好选择鸡腿肉 因为口感比较鲜嫩一些 大家有的时候会用鸡脯肉 吃起来口感会柴 咱先剃骨 剃骨确实很简单 再把贴骨筋膜给它割断 去好的鸡腿肉 咱们用刀给它攒一下 这样腌制的时候更加入味 吃起来更鲜嫩 攒完之后给它剁成条 再来给它切成丁 切好的鸡丁放入盆中 开始上浆 放入盐 这两个鸡腿肉 咱们放入一克的小苏打 这样会使肉质更加的滑嫩 再来放点葱姜水 去腥提味 再放胡椒粉 料酒 给它抓拌均匀 要把鸡丁给它抓出粘性 再来放点葱姜水 葱姜水打得要烧足一点 少放勤放 这样能够充分的被鸡丁吸收 这时候再来放入一大勺的土豆淀粉 给它抓拌均匀 再来放入少许的食用油 这样咱们炒的时候不容易粘粘 它起到一个隔离的作用 轻轻地给它拌匀 鸡丁浆好 最好腌制20分钟 做这个公保鸡丁配料也很讲究 尤其这个比例 一份姜 两份蒜 三份葱 都给它切成片 现在咱们来调一个公保鸡丁的汁 这个小勺四勺的白糖 大半勺的米醋 半勺的生抽 再来放点老抽 调节一下颜色 再来少许的盐 香油 胡椒粉 再来放点水淀粉 给它充分调匀 这个万能的公保汁可以公保一切 做啥都好吃 公保茄子 公保豆腐 公保肉丁 都可以 传统上的公保鸡丁就是不过油的 直接在锅里来炒 也非常符合家庭里来制作 锅烧热之后咱们放入油 油温到五成热 咱们来下入腌好的鸡丁 给它炒散 鸡丁给它炒至成熟 咱们往边给它腾腾控 中间放入干椒 还有花椒 再把辣椒给它炒香 这辣椒炒得要稍稍贵一点 炒出它的胡辣味 辣椒炒的胡辣味 咱放入姜片和蒜片 炒香之后 放入葱片 碗汁下锅之前要给它调匀 放上它淋入锅中 给它翻炒均匀 让汁呢紧紧地包裹上鸡丁 放入花生米 出锅前再淋入红油 给它翻炒均匀 关火 出锅装盘 成菜之后呢 是油煲汁 盘底呢只能煎油汁 不能煎这个汤汁 工煲鸡丁传说很多 但是都没有什么口证 那我现在呢 就介绍一下 这个工煲鸡丁的一种说法 那么相传呢 清朝的时候 有一个叫丁宝珍的官员 在山东做官 发现了酱宝鸡丁 觉得很好吃 他就告诉了家厨 学了这道菜 后来他调到了四川做巡抚 那么这道菜 带到了四川 又加了辣椒等等 因为工煲呢 是它的一个官咸的名字 就形成了工煲鸡丁 关注我们 明天见